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国民党的秘书长 新上任的李乾隆今年已经71岁了 就虽然是国民党的老人啊 也是长期深耕基层 但是很多的大陆的观众对他还是比较陌生的 那邱教授您对他有什么样的了解呢 不只是大陆的朋友对李乾隆是陌生的 台湾的一般的民众对李乾隆也是陌生的 其实李乾隆是个标标准准点点形形的地方形 基层型的政治人物 那么在媒体上一点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也一点都不要眼 可是他是地方实力型的政治人物 那李乾隆已经71岁了 李乾隆过去的经历 那么大概最要眼的最能摆上台面的 就要担任过两任八年的三重市长 三重在新北市就是过去的台北县 三重是台北县里面几个最绿最绿的选区 而他在最绿最绿的选区的三重 他能够连续两届选上三重市长 而且选上的时间是2002年 2002年是谁执政 是民进党陈水扁执政 那代表什么 代表了他地方的经营非常的好 但是他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政治人物 他并没有处心积虑的去做所谓的媒体经营 把他的名气给扩散出去 所以他的名气始终局限在三重或台北县新北市这一块 那要谈到对李乾隆的评价 都局几个人好了 我明镜党里有个好朋友叫陈景俊 陈景俊也做过三重市长 陈景俊怎么谈 也担任过三重市长的李乾隆呢 一句话 这人喝道顶 喝道顶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很好相处 我们说政治人物有两种 一种叫自然计 一种叫助然计 什么叫自然计 这个人政治魅力很强 他站出来就是个稀票机 这种人很适合做教 而李乾隆是属于什么型呢 他像是助然计 他几次要选台北县的县长 参与初选都失败 而他两度披挂上阵 去为国民党选三重这个地方的立委 两次2012跟2016都输掉 等到他转任新北市国民党的党部的主委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 这一次新北市的议员提38席 上33席 当选率90%以上 而且让侯友宜高票当选 秋风扫落叶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李乾隆的辅选能力很强 他确实有抬教能力 而抬教能力跟作教能力是不同 可想而知 那这一次李乾隆为什么会出乎大家意表之外的成为了国民党的江启成时代的秘书长呢 其实有个关键人物 江启成原来最想要的心中的第一人选的秘书长 廖辽宜 廖辽宜是现在台中两大派系 红黑两大派系 红派的掌门人 当然也就是江启成的长辈 江启成在政治上可以发光发亮 廖辽宜是功不可没 可是廖辽宜的他有自己健康的顾虑 李乾隆是廖辽宜非常知根究底的人 他认为李乾隆虽然没看起来平平无奇 没什么政治魅力 但是李乾隆是给补江启成的不足 他对基层是了解的 他人脉也是有的 他跟人的协调能力也是好的 还有各方面的朋友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柔软像是水一样的人 而这样的人在担任台清北市党部主委的期间 从他的辅选的能力 从他的募款的能力 从他的组织人脉的能力可以看出来 他是有担任国民党秘书长 尤其在目前困难时代 担任国民党秘书长能力的人 所以廖辽宜推荐了李乾隆 而李乾隆也得到了江启成的肯定 成为国民党新任的秘书长 我认为是选对人了